人權團體人權觀察說 巴基斯坦的十業派穆斯林 時刻面臨著危險 近日來一系列的血腥爆炸 造成115人上升 近250人受傷 人權觀察負責巴基斯坦事務的主任達賢哈桑 星期五警告說 巴基斯坦的教派暴力襲擊可能會上升 之前一天 灰達省十業派穆斯林 經常光顧的一個灼球廳 發生自殺炸彈襲擊 炸死82天 他說去年有400多名十業派穆斯林上升 如果昨夜的能夠反映一種趨勢的話 這類襲擊肯定會增加 巴基斯坦的1億6千萬人口當中 絕大多數是順尼派穆斯林 十業派穆斯林佔人口的大約20%